努力我們的水庫 台南市的水庫 水資源的運用還可以有兩個月之久 但是我仁請我們市民 一定要共同面對 可以節省的地方還是要節省 特別是從生活習慣裡面長久建立 有水的時候 我們要珍惜水資源得來不易 單日雨量沒有超過80毫米的日子 已經306天了 台南市還有辦法供應兩個月的民生跟產業用水 主要就是剛剛署長跟市長所提到 還有理事長所提到 因為我們採取了有效的措施 這有效的措施簡單講就是四個原則 開源 節流 調度 備源這四個方向 這四個方向 這四個原則從何而來呢 第一個是我擔任市長的時候 跟大家一起奮鬥 共同成長 然後所累積的經驗 再加上我要解決台灣產業發展 面臨的補缺問題 我在盤點水資源的時候 我也多次聽了經濟部的這個簡報 我認為這四個方向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見了 以上